大家好 今天要向大家公布 Myvi第三代 最终改装升级版 Stage 3 Plus 这是我们最新的突破 原装和改装后 最大的马力相差了21个马力 在5000转RPM 0.2马力相差了19个马力 数据是采用了美国牌子DinoJet 测试出来的 这一次Stage 3 Plus 增加了新的格勒版 Performance scope 也推出了全新的中古设计 这一次的加强版 主要是针对 Myvi自动变速箱 Automatic gearbox 驾驶的回馈 更加的扎实 起步和投力 更快 尾力也更快的 达到Tot Speed OK,我们现在话不多说 我们现在就带大家去了解产品 进气温度测试 所以请记得收看到最后 接下来我们要带大家看看 Myvi-Stage 3 Plus 的里面包含了6种的产品 这个 是我们 精心设计出来的 完美的进气系统 首先 这个是 我们大家所认知的 Intex System 最新的 黑色的 格勒版 然后 这个呢 是 HIGHFLOW FILTER 还有这边 会有一个 MODEL NUMBER 这边会写着 1.3 或者是 1.5的 请记得 1.3 跟1.5 是不可以交叉使用的 因为这样子会导致到你的马力 会 损失 这个呢 留意一下 接下来 这个 不是一般的 隔热版那么简单 在Stage 3 Plus里面 这个产品是专注设计出来 拿到 最佳的 效果跟马力 这个 是我们称 Performance scope 高流量的 隔热版 这个产品 它的重点在于 把外面大量的冷风 把它带入 进你的 这个进气系统里面 当你的车 的速度 跑得越快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这个泥水 源源不断的 一直从 这里 带入 进你的 这个进气系统里面 所以当你是喜欢跑 Tor Speed的 车主 或者是喜欢跑 Dougat 跑Sepang的朋友 等等 这个 Performance scope 绝对是你的 最佳的选择 在我们Stage 2里面 有两种的产品 在里面 第一就是中股 第二就是维股 我们中股 在Stage 3 Plus里面 有推出了 这个最新的 设计 这个款式 叫做 M455 CT1 这个中股 它的优势在于 1.3 或1.5 都可以使用 它的泥水 在前端 到你高转 都可以拿到最佳的 平衡点 马力 我们有推出的 这个 三种的 维股 这个维股 是双处的 M155MY 然后还有一个 R500 G Pro 跟一个 R555MY 直柱 接下来呢 这个就是我们的 Stage 3 Extractor OK 我们可以称为 头段 或者是 胶口 在市面上面呢 这个Extractor 有很多种的选择 有铁的啦 有白杠的啦 我们这个 Max Racing 是专设 这个Extractor 给 Mybe 保证 Guarantee 可以拿到 高的马力 因为我们这个产品呢 是有经过 Dino的认证 而特别设计 给这个Mybe的车款 这个Extractor 是采用了 Standestill 304 的 制造而成 为什么 Max Racing 今天的 数据呢 能拿到那么高 因为呢 注重于 每个产品的细节上 的设计 所以呢 搭配了这个 Extractor 跟这个中股 维股 Intel System 绝对 可以拿到 高的马力 这个也是 最新的 Forge Carbon Tip 是金黄色的 这是我们最新的 Max Racing Icon Logo 可以看看它的细节 后面会有标志 Max Racing的 Logo 在后面 跟它的网子 这个是非常非常美的 一个Forge Carbon 最新的技术 这个Tip呢 可以安装在 任何一辆车 大车 Volkswagen BM Mercedes 或者Proton 或者Perdua 都可以使用 OK 相信大家呢 都会很好奇 到底原装的Intel 和改装Intel 后 温度的差别 会是多少 现在这部车呢 已经安装着 原装的Intel 我们现在做一个测试 给大家 这个呢 我们会在 同一个路线 同一个时间 做这个测试 然后呢 我们要知道一个重点是 在不同的地点 的温度 和湿气 都会不异样 都会影响到 空气的饱和度 在还没出发之前呢 我们向大家说明一下 我们这里所看得到的数据 这里呢 可以看得到这个Intel AirTemperature 也就是你的 进气的温度 它也可以看得到 最高温和最低温 你也可以看得到 这个水温 最高温和最低温 是多少 我们现在呢 拿起手机 进入Max Racing的App 点击 按进去 开你的 排气管 运动模式 Race Mode 我们就出发吧 目前呢 在使用着原装的进气 在红绿灯的时候 我们一起步 会感觉到 车会比较 迟钝一些 过了这个2000转RPM过后 会感觉到 车的滴水 受限制 高转的时候 会上的比较慢一些 可以感觉到这个原装的进气 限制着这个引擎的爆发力 是在这些 就像是阳 最后的 车 车 突然 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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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呢 在使用这Max Racing的进气 可以明显的感觉得到 引擎变成顺畅很多 引擎的噪音也变少了 它不会像原装的引擎这样 原装的引擎你一中油门下去的时候 它有一股推不上喘不过去的问题 反而呢 用了这个Max Racing的进气过后 真的是顺畅很多 这个引擎 看到吗 一波油门 一波油门 沥水就开始介入了 高转也很快 现在是下午4点半 非常炎热的一个下午 我们已经安装好这个Performance Code 高流量的隔热板 现在每一部的油门 都会感觉得到外面的空气 远远不断的进入进入你的 这个进气系统里面 就好像一个补助一样 更多的氧气进入你的引擎软烧 当你的车加速的越快的时候 车的回馈会一直告诉你 它可以再加速 它有这个潜能再继续的加速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 还有一个更强的点呢 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个 红绿灯之下停着车的时候 正常的状态呢 这个温度 intake temperature 进气的温度会达到60-70度的样 如果安装了这个隔热系统过后 它会在短短的几秒内 就可以把温度迅速的降到40-50度 比如说现在已经剩下42度 它可以很迅速的 就把那个温度把它降下来 所以呢 当你的汽车行驶了一段漫长的一个时间 车也不会容易感觉到车架起来是软车的现象 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得见 引擎正常水温的温度最高是94度 最低是88度 原装的进气 最高温是70度 最低温是51度 比起Max Tracing改良的这个进气的位置和设计 在引擎正常的运作之下呢 最高温是62度 比起原装的70度低了8度 最低的温度是42度 比起原装的51度 低了9度 最后是安装了Performance Cope高流量的隔热板 在引擎正常的温度之下呢 进气的温度最高是60度而已 比起原装70度相差了10度那么多 最低的温度可以拿到37度 比起原装的51度 相差了14度那么多 总结来说呢 这整套的进气系统不只是容易安装 最重要的是有效果 我们目前已经抵达了市中心的位置 拿起你的手机按一按 把排气管的声浪切换成静音模式 改车是一种喜好 也别忘了当一个有文明的改车族 我们下一次再见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